45歲的楊先生一直都懷疑自己有男性疾病 於是去了當地遵義市 一間買了很多廣告的專科私家醫院檢查 一查醫生就說病情比較嚴重 要開刀查清楚 誰知開完刀就說要馬上做手術 不過就要先放下5600元 醫生並沒有幫楊先生縫上傷口 只是簡單包紮一下 楊先生忍著痛 搭的士回家拿信用卡 再回醫院錄卡做手術 誰知做著做著 在手術床上 被醫生叫他錄多兩次卡 先是說他還有其他嚴重的病情 要給9800元再做手術 接著再來多次 醫生不交遷的時候 他的態度就馬上變得相當的 我來就殺中 如果不一起做的話 都有什麼後果 他們都預計不負責 都影響了一輩子 所以一天我越怕 都陪陪在病床上又殺了破司機 我已經是這麼神的路了 下一下不來上一上去 頭尾花了18000元 醫院還沒放過他 出院之後沒多久 醫院又請了一位 從北京來的權威專家 幫他做多兩次手術 夾夾賣賣 楊先生做了五次手術 花了幾萬元 病沒有醫好 反而留下了六條疤痕 器官還被人抓到變形 警方在收到多個病人報案之後 去年開始調查 發現醫院之所以騙到這麼多人 原來有了方程式和筆記 沒有病都看到有病 像生理眼水那樣 就讓那個地方起一個水泡 或者說起幾個水泡 然後變色的這種方式 然後指給受害人看 說他可能會哀變 可能會擴散 公安說醫院就是通過同一個模式 即是開刀勒索病人給錢 所以醫院請的醫生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專業資格 只是需要懂得騙人和跑數 經過調查 這間醫院在2014年至2018年 一共非法獲利2億3900萬元 造成570多名受害者 案件最終在10月開庭審理 28個醫院骨幹以詐騙罪 敲詐勒索 故意傷害罪分別被追究刑責